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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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呀找呀找出来 找到幸福的节拍 爱的脚步不要走得太快 学会安静等待 当春天的花再盛开 夏天的风就悄悄吹过来 秋天把思念藏起来 冬天里我会赶走阴霾 慢慢温暖你胸怀 我想和你谈唱无法停止的爱 让我的世界从此多了个色彩 爱是太阳一样晒 甜蜜的放不开 四季爱 十季爱 爱要用心去安排 我要和你好好计划计好将来 我会把这一切全都写在期待 无意乱笔的别爱 怎么还不出来 找找爱 原来爱 只有爱上个月才明白 我想和你谈唱无法停止的爱 我想和你谈唱无法停止的爱 让我的世界从此多了个色彩 爱是太阳一样晒 甜蜜的分不开 四季爱是今爱 爱要用心去安排 我要和你好好计划计好将来 我会把这一切全都写在期待 无意乱笔的别爱 怎么还不出来 找找爱 原来爱 只有爱上个人才明白 愿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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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 亲妈呀 我就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过客 咱们俩不可能回到从前了 送你到这儿了 再见 我知道唐尔是个好姑娘 但是我没做好心理准备 我不知道能不能给她幸福 丁丁回来了 我很感谢你把孩子送回来 但是 我很好奇 到底为什么 蒋梅就带她去了趟医院 回来以后我就死活 非要把孩子给你们送回来 我猜她肯定是生病了 但我现在告诉你们的是 丁丁很有可能得的是严重的病 你的意思是 你想想吧 蒋梅费了多大的劲 把丁丁要回去 在棺材上费劲周折 那她怎么就把丁丁又送回来了呢 这里面一定有蹊跷的事情 一定是丁丁得了 连蒋梅都不想治的病 才把丁丁送回来 我当然希望丁丁是好的了 可如果真的是很严重的病呢 可这还用问吗 虚管 二次得管到底 别说了 赶紧去医院吧 行 夏方 你在网上给丁丁挂个专家号 好 我能给陶玉彤打个电话 我觉得这事必须得叫她回来 别 别叫嫂子了 嫂子一来就变成法律问题了 不是 她都已经准备帮天天跟对方谈 监护权转移协议了 这件事情必须要让雨彤知道 还有你们三个在说什么呢 丁丁又吐了 来 邹女士 我听说又和蒋女士签了个新协议 这人还挺有钱啊 来 坐坐坐 我昨天和她们说起来了 让她们向你学习呢 坐啊 主任 您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您就直说了吧 是这样啊 左楠 你那个道歉信呢 绿邪转给那几个女人了 他们还是不依不饶的 说你那个事实写得不太对啊 绿邪的意思呢 只要得到那几个女人的认可 这事就过去了 主任 她们意见的核心 是觉得我们收费太高了 只要我们退一部分钱 这笔写一千封 一万份道歉声明都管用 那可不行 别说这个钱已经入了账了 税都交了 就算没有咱也不能退啊 那几个女人的嘴 你不是没见是不 真要传出去 其他委托人效仿怎么办 那我怎么办啊 我不能刚当上律师 我就落下一训诫吧 哎呀 总的爱 这是内部的事 外人不会知道的 你说那几个女人 闹得那么凶 锁里要不是丽宝的话 更严重的处分都有可能啊 那合着我还得谢谢锁里了是吧 行 我写 您让我写什么我就写什么 行吗 五十八家 quil定了 我这也要对 这个是 我写真是 这一来的 你去吧 我找我吧 你去啊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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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绿罩了 也不能再做助理了 去跟主任说一下吧 换份工作 在这儿放个桌子 应该不错 齐总 是我 是我 合同看完了 没有任何问题 可以签了 好好好 那你编个时间 好嘞 好嘞 我忙着呢 回见啊 齐总 拜拜 师姐 这才没几天 您的律所都出去规模了 祝贺 哪能跟天秤比啊 你们高大上 我们这矮穷挫的 挫吧 谢谢 来签抚权转移协议的 这奖没够着急的 咱们先别急着这么公事公办 说真的 师姐 我这些天还真的挺怀念 跟你一起工作的时候 是吗 没有我这个失败者衬托你 是不是很寂寞 我真不这么认为 我不觉得师姐是个失败者 我也不是成功者 其实我们两个只不过是 这个生物链当中的一环 至于前面有多少环 后面有多少环 我们都不清楚 几天不见啊 你成熟了特别多 我用你这番话 我也是放心了 不枉数在你手里一回 师姐 你恨我吗 你想听实话吗 当然 离开天秤以后就不恨了 为什么呢 是我害师姐丢了工作 我还抢了您几单大的案子 这几单案子 其实真的不算什么 后来我仔细想了一下 如果不是因为你 我现在可能还在天秤 这日子过得还跟打麻将一样 防着上面的 盯着下面的 哪能开始现在的新生活呢 所以我打心眼里谢谢你 我真是佩服师姐的气度 还有魄力 行 师姐看一下这份 抚养权的转移协议 我跟沈君都已经签过字了 如果没有什么疑义的话 请师姐和乔婷婷签过字 这份协议也就生效了 蒋梅说了 只要乔婷婷答应 不再跟沈君来往 之前所答应的一切条件 都继续生效 包括那二十万 好 来 咱们 喂 余蓁 好 我马上回来 不好意思 这合约今天签不了了 余蓁让我回去一趟说有事说 您现在顺便签一下 拿回去让天天签不就行了吗 不可以 因为 我还要好好再看一下这份余蓁 余蓁 我收下了 喝多给你进去 我不送你了啊 是不是感烫了 你说这孩子都一天了 没精打采的 他不会有什么病吧 对呀 你爸都急死了 一天都没吃饭了 别太着急了 小孩子经常头疼脑热很正常啊 余蓁了 我得让他们带我去找天天 你 你 你在哪儿 当场呢 他说他去店里了 那个 陶老师啊 你来找我签那个协议的吧 我想过了 那协议 如果他们不让步的话 我也就不签了 我大不了把孩子给他们送过去嘛 当时不是说 那孩子是他的吗 他不管 我也不管 天天 这个是我跟对方谈的这个协议啊 你的要求对方可以说是 全部都答应了 生活费每个月涨到六千 并且蒋梅还表示 如果你可以跟沈君 彻底断绝来往的话 以前那个二十万的协议依然有效 真的 那我签 不是 你什么人哪你到底 我签 别说这个 天天我必须得告诉你一件事情 丁天很有可能得病了 他真的得病了 他得的什么病啊 沈君说呢 蒋梅曾经带丁丁去过一次医院 从医院回来 蒋梅就决定不要孩子了 所以我们觉得 丁丁这次病得不轻 那我就更不能要他了呀 你说他如果真的生病了 我哪有钱给他治病啊 你是不是人 你说这种话 这是你的孩子你懂不懂啊 好了 好了 丁天 丁丁 你去隔壁吧 陪着老头老太太看一下孩子 什么都不用说 陪着就行 去吧 我们有事商量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孩子的法律问题吧 不是 嫂子什么时候了 你还法律法律的 这两天我在下风面前没少说你好话 你别这样了 可是现在 除了法律以外 没有什么能帮助到我们了 你们三个再爱这个孩子没有用 知道什么是法律吗 你们不是这个孩子的监护人 你们什么都做不了 带孩子去看病 如果是头疼 脑热就算了 如果是大病 住院 做手术 你们连签字的权利都没有 要不然就像天天说的那样 把孩子给沈君送回去 因为她是孩子的监护人 法庭判给她的 她照顾这个孩子是天天地义的 你同意吗 不 绝不 你听见了 这就是我们的态度 我就知道你们会这样说 你看天天这个样子 她十有八九会选择第一个办法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她们不是把监护权送回来了吗 就等着天天签字呢 咱们把这字签了 以后跟天天一起照顾这个孩子 还有第三种可能 就是签一个监护权暂时转移的协议 就是说把这个孩子的监护权 暂时转移给你们三个人 当中的任何一个人 比如说余蓁 那么在这期间 这个孩子所有的事情 余蓁可以全权处理 但是这个孩子出了事之后 余蓁要负法律责任 就第三种吧 先把孩子的监护权转移到我这儿来 先把孩子的监护权转移到我这儿来 因为天天现在也没有能力负责这个事情 你决定了吗 我决定啊 哥 行行行 都别争了啊 救孩子要紧 你三十七了不是十七 余蓁 你们仨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生活费都挣不回来 怎么给这个孩子看病 想好再说 嫂子怎么这样啊 我简直 简直真的猜不透她 太奇怪了 咱们能不能别找她当律师了 不找她找谁啊 不找陶一同找谁 喂 我们三个人现在就是像她所说的 自己都养不活 丁丁这次得的要是个很严重的病 医疗费 我们承担得起吗 那也得治 我没说不治啊 我们必须拼命地赚钱把它治好 明天我就找工作 不管找到什么工作我就干 对 我去找湘雨了 你不能背着我们拿丁丁做交易 你要是放弃丁丁就再也不是我们的哥了 放心吧 怎么了 我刚才又去看了一眼孩子 大夫那边我也约好了 你想好了吗 真的要做这个孩子的临时监护人吗 你知不知道一个监护人都具备一些什么责任和义务 咱们之前跟什么人在争这个丁丁的监护权 你很了解吧 他们都是一些对自己严心不负责任的人 这孩子将来要是个不治之症怎么办 万一给蜘蛛个好歹了 他那父母他那亲生父母来讹你怎么办 你花了钱废了心 你到底这是图什么呢 无论怎么样 我不能让我的当事人 在事实未明的情况下 拍胸脯去签这个字 不管怎么样 你必须带这个孩子去看病 知道他到底是什么病 量力而行 我知道你很爱这个孩子 我也特别能够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你如果我是你 我也会这样去做 我愿意这样去做 因为我们都是有良心的人 对吗 行了 你太蠢动了 你下去吧 为了孩子 一切后果 我但 刚才你走了以后 我们三个人聊了一下 意见很统一 不管怎么样 都要为了孩子 去做一些事情 至少要救他 全力救他 你怎么会这样 余政 我特别后悔我们俩没能有一个孩子 要不然你一定是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父亲 明天早上八点带丁丁去看病 我说你跟嫂子那说说什么呢 老哥你要是不愿意干的话 我来丁丁的监护权归我行不行 老许童跟我说啊 想让孩子呢 先去了医院观察一下了解的情况 再定这件事情 律师就是律师啊 想的可真多 哥你要不敢来 我来 你来什么来 我告诉你啊 当时孩子抱来送给我的 我的 你们俩都别跟我证实我的好吗 什么 真的别冲 真的别冲我 雨童说得没错 这孩子呢 最好是先去医院 看完病了解了情况 咱们再做决定 这样绝对不会错 这件事情你听我的 相信我 不会让你们俩失望 丁丁 不是 你吃个饭人哪 人去哪儿了 好 好好好 我知道了 你看 你看 你们要等结果 等结果吧 结果出来了 他去找沈君 现在碰上蒋梅 蒋梅要赖账 让我们去帮忙 你们找蒋总是吧 对 请进 行啊 都来了是吧 那就好好谈谈吧 我说 这事怎么弄啊 看见没有 都上我们家勾引我老公来了 我养我老公行啊 我为什么要养我老公的前妻啊 我有病啊我 再说您年纪轻轻的 您 您找谁不行啊 你又是这么多男的 你非渴着我们家沈君 一个人造啊 我说你什么人哪 离开男人活不了了 对不对啊 我是活不了 我什么都不会 怎么活 你不是 要不这样吧 你们去跟蒋梅说 我不见沈君了 我也不要孩子 让他把二十万给我 我 我现在就走 你还是不是人哪 唐爽 你就安心在店里看店吧 明天我们带着丁丁去医院 一切等结果出了以后再订报 应该没什么事 本来想等丁丁去完医院 再跟你说 但没想到你弄出这么一件事来 我建议你尽快跟蒋梅 把协议签了 把丁丁的抚养权收回来 然后再跟我签一份 监护权转移协议 把丁丁的监护权 暂时放在我这儿 之后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 蒋梅答应的那个 你怎么还想着这个 我们所有人都在帮你 帮你看不出来吗 你怎么就知道 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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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 你到底是不是人 我真的猜不透你 我真是 随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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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梅肯定是知道 丁丁得了很严重的病 所以才把孩子送回来了 明摆着的 蒋梅不管 沈娟就更不会管了 你怎么还能把孩子还回去呢 丁丁从出生到现在 就没过过几天好日子 有一个那样的父亲 还有一个你这样的母亲 还有可能身患重病 我真不知道 未来这孩子 会面临什么样的生活 我决定啊 不管他将来什么样 我承担 我负责 还有我 还有我 那我同意 你同意 好 那我现在给陶丁东打电话 我让他起草一项协议 好吧 好 别妄于 来 外来 下方在这个地方 你俩帮着照顾一下丁丁 好 来 快坐 左 坐 辛苦啊 来 这 这 来来 妈 坐下 坐 这 怎么了 怎么一个个这么严肃呢 要不你跟我妈说吧 我妈还听你说谎 我们觉得丁丁可能是病了 她病了我们都知道啊 是 但是这个 这个根据我们推测 这个病可能挺严重的 所以蒋梅才把孩子送回来 先别说这不吉利的话 这不管是什么病 她看了才能知道啊 挂号了 是专家号 明天就去 但是今天跟你们二老说 是想让你们做个心理准备 孩子病了 咱把孩子送回来了 没关系 孩子不是病了吗 咱们管哪 这不还有咱们的吗 爸 没事吧 没事 丁丁肯定不会的咋变 肯定不会 我怎么会让你跑一边 咱们快点 让她坐一边 来 借一个慢点啊 Perry 没关系 已经没有了 上班了 你别忘了啊 到了医院有什么事 先给我打电话 然后再通知老吐老太太 好 知道了 没什么症状 就是一直在睡觉 还吐 没吃坏什么东西吧 没有 把最近吃的奶都给吐了 是一般的吐 还是喷射状的 应该还是喷射状的吧 对 没有 那这儿吧 我给你开个单子 他需要做几个检查 好 李大夫 月凛问您 咱那个科研项目计划时候 您做好了没有啊 这孩子怎么又回这么坑来了 您认识这孩子 对啊 前几天刚来做了检查 没错 就是这孩子 那他得的什么病啊 大夫 大夫 我是这孩子监护人 有什么话您就跟我直说吧 你是他父亲吗 是 那这样 先去肿楼科看看 不是已经确诊了吗 孩子家属也做决定了 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孩子家属是谁啊 什么孩子家属 刚才我还觉得奇怪呢 就是那天抱孩子来看病的 那个中年妇女啊 你们是孩子的什么人啊 父亲 爸爸 爸爸 三个爸 大夫 是这样 那天抱着那个孩子 来看病的中年妇女 实际上不是孩子的亲生母亲 她只不过呢 是和孩子的亲生父亲结了婚 因此才和这孩子扯上 那么一点点关系 对对对 我说得对吧 对对对 对 我不管那些 那天是那个妇女抱她 来看病的 有什么情况 你们还是去问她吧 她已经抛弃了这个孩子 现在这孩子呢 就是我们三个呢 有什么话 您就跟我们说就行了 是这样 这个孩子啊 她得的是在她这个年龄 很少见的脑部肿瘤 不可能 不可能 医生你肯定弄错了 她非常非常健康啊 各种检查都做过了 已经确诊了 你们看这肿瘤长的位置 非常地不好 压迫式神经 手术的风险非常大 即使手术成功了 也难保眼睛将来不会失明 而且 这术后平均存活时间 只有八至十年 大夫 她们不治 我们治 对 真的 求求您想想办法救救她 好不好 我必须和孩子的 直系亲属她 我们就是她的 直系亲属 你们是好心人 但这个时候 好心人不管我 这是我跟孩子的母亲 签署的 监护权协议书 你看一下 这里面写得很清楚 监护权现在在我们手里 我可以为这孩子负一切责任 所以有什么话 您就跟我们直说吧 这孩子面临两种选择 一种是放弃治疗 我们尽可能地减少他的痛苦 另一种就是手术 但手术的难度非常大 没有把握 且不说治疗费巨大 即使手术成功了 也很难保证 未来不会复发 到那时候她已经成年了 将会感受到更大的痛苦 治 宁可承担风险 绝不放弃 绝不放弃 大夫 我们呢 回去考虑考虑 来 给我 我们回去上楼上来 上 老远 老远 不是你 你考虑什么呀 你要怕监护权给我 我不是怕 但我必须得告诉你们两个 摆在我们面前 就是有非常大的手术风险 我们必须要回去好好考虑考虑 这才是负责任的态度 你 跟我过去 来了 嫂子 丁丁怎么了 你们会都这么个病啊 她在哪儿啊 舒阿姨看着孩子呢 我们在这儿开个会 发开会的内容 刺激到舒阿姨 那么严重 是啊 那大伙都到齐了 我就把咱们 有可能遇到的困难 都讲出来 咱们讨论一下 行 第一呢 这病有可能治不好 大夫说 丁丁很有可能 连手术台都下不来 第二是 医疗费用巨大 我们能承担吗 我们去证 实在不行 把我房子抵了 还有我的蛋糕店 好 第三是 大夫也提到了 后遗症的问题 如果手术后 造成了失明 我们能不能接受 这个结果 我能 我们接受了治疗 就要接受 一切可能的结果 我也能 第四 如果这件事情 结果不好 沈君和天天反咬一口 说是我们把孩子 治坏了怎么办 我们温馨无愧 对 那现在 还有最后一条 也是我能想到的 最严肃的一条 也是大夫说的 因为丁丁现在这个年纪很小 如果我们放弃治疗 她不会有恐惧 不会害怕 可是如果她将来长大了 她再次面临死亡的时候 谁陪她一起面对 我说一句啊 丁丁 丁丁现在是一个火生生的人 我们当然应该救了 不应该 也不可以 就这么放弃她吧 可是 如果她长大了 她懂得死亡的恐惧的时候 谁陪她一起面对 我们 我们 我们呆 好吧 那既然大家 都决定了 那我们就要对丁丁负责 对我们而言 是有着巨大的压力的 我们要对她一辈子负责 那我们据说表决 明天就要送丁丁去做手术了 我同意做手术 那就这么决定 要补充一下 丁丁的病情 她的亲生父母应该知道 我同意 小儿脑瘤 不能吧 这我记得我这孩子 给你送过一天的时候 好好的呀 就这么几天 你们就得骨头病了 不是 你什么意思 你确定 你把孩子送给我们的时候 孩子是健康的 当然 那是谁抱着丁丁 去医院看病的 医院可是有病历的 你把孩子要回去 发现孩子有病 又把孩子送回来 天底下居然还有你这样的人啊 怎么说话呢你 这孩子这病是一天两天的吗 谁知道这孩子送过来的时候 当时有没有病啊 不是 你是不是 你怎么说话呢 我们呀不是找谁来推卸责任的 好不好 我们是来找沈君的 我觉得沈君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至少他应该 不就是来要钱的吗 你们找沈君要去呀 这孩子跟我没有一毛钱 我们就是来找沈君的 他人呢 不知道 他那么大人去哪儿也不告诉我 又那么爱玩 让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哪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他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他早晚有天要面对的 那你让他面对呗 你找我干吗呀 不是 你今天就是要耍无赖 对不对 我让你看看我什么叫无赖 别 别 沈君 别跟他 蒋女士 沈先生可以躲着不见 但我们有办法让他见 你告诉他 等着收法院的传票吧 我会把你跟他 如何知道孩子有病以后 把孩子抛弃的故事 传在网上 你不是有钱吗 我会让你更有名 来呀 随便 上网没关系 我怕你们吧 我假没凤凤 上海这么多年 风风雨雨 我什么没见过呀 你们不就是打这孩子 要挟我跟我要钱吗 我就不给 你们要挟成功了那一天 我估计孩子也就没了 到那会儿 你们还得坐下来 跟我接着谈 蒋女士 你不是很爱沈先生吗 你再好好考虑一下吧 不管怎么说这个孩子 是他的亲身骨肉 你这么对他 不闻不问的 沈先生怎么看你 他爱怎么看怎么看 了不起我跟他离婚呗 没事了吧 没事 请走 不送 走吧 别跟他废话 喂 邹律师 您好 我蒋梅 我这儿有个事 您还得过来一趟 我跟您商量商量 我今天才知道 什么叫不要脸 我一律师说 马上一商人说得哑口无言 我觉得这事有点奇怪 怎么了 上回蒋梅跟沈君一块儿 把孩子送到咱们家的时候 我明明看得出来 沈君对孩子是有感情的 那为什么现在会躲着我们不见呢 那你的意思 您先生 逃顶神 我说你在家 你为什么不出来 你躲着我们干什么 沈君 丁丁现在得了小儿脑瘤 你知不知道 脑瘤 当然了 我一直不知道 丁丁到底是什么情况 蒋梅把我看得死死的 根本就不让我管这事 他要不让你管你就不管了 有你这样的父亲吗 现在告诉你了 知道了吧 脑瘤很严重 我特别想救我的孩子 可是蒋梅管着所有的钱 我身上一分钱我没有 沈君 我告诉你 就是那种打着灯笼 都找不着的人渣 你知道吗 我真是不说 哪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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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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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钱 你天天花钱酒地的钱呢 现在你孩子病 你孩子病了 你懂吗 什么人哪你是 你 你等一下 我 我就这身衣服还支点钱 可是有人要吗 对了 我这有块表 这块表还支点钱 要不 要不你们拿回去 给孩子治病吧 你躲开 躲开 小心 我未明除害啊 好 小儿脑瘤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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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小的孩子 他怎么得这个病啊 我们也很奇怪 医生也说很罕见 可是这事 他就让丁丁给赶上了 这丁丁的命可真苦 这孩子命怎么这么苦 妈 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 明天余真就要带丁丁 去做手术了 有什么事 等丁丁手术做完以后 有了结果以后再说好不好 现在这种情况孩子要紧 但是我们也要坚强 坚强 我们会坚强 我们还得照顾他呢 这住院得多少钱呢 他们家给出钱吗 他们要不出钱 我们出 先别说钱的事了妈 得跟他的亲生父母聊一聊 来 人来了 天天 丁丁的病你知道了吧 他生病了 小儿脑部肿瘤 需要做手术 不会吧 他怎么会得这种病啊 虞哥 我可是把监护权给您了啊 小儿脑部肿瘤 今天我跟你说 你要是不想管这个孩子 你就滚 能滚多远 你滚多远 我滚哪儿去啊 我又没钱给他治病 奖杯不给我钱 我怎么办呀 好了 好了 别吵了 孩子都睡了 这样吧 天天 你到我车里边去等我一会儿 一会儿我带你去武律所 小儿脑部肿瘤 来啦 可以啊 这刚工作几年 车都开上了 这车鼓里里边得有一个 是从我身上挣的吧 那必须的呀 一个哪儿行啊 至少得俩 应该应该 理解啊 这律师嘛 你不吃当事人 吃谁呀 对吧 可话又说回来了 吃了当事人 就得好好为当事人服务 对吧 那必须的呀 要不然您请我干什么 不会吧 这孩子竟然得了这种病 可不是怎么说呢 我还过你的时候好着呢 一回居然还没鼓得病了 那 那现在这个病还有救吗 救不救的我不知道 反正是治不好 治好了也顶多活个十年八年的 就算是治好了也得落个残废 您怎么知道的 大夫告诉您的呀 江女士 以我对他们三个人的了解 他们肯定没有钱 帮这个孩子治病 你说孩子这么小 也怪可怜的 他又是沈君的孩子 您就算看在沈君的份上 把医药费就给出了吧 我又不是冤大头 对吧 我就算再有钱 我也不能往一病孩子身上砸呀 那就是一填不满的穷坑 江女士 既然都这样了 您还叫我来干什么呀 那陶律师不带他们那几个来了吗 你是我的律师啊 你得帮我想想 是吧 你得保证他们不把我的钱给额走 再说了我不能有什么事吧 您不会有什么事的 但是沈君会有 他毕竟是这个孩子的亲生父亲 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从道义上 他都有救治这个孩子的义务和责任 那这跟我没关系了 怎么没有关系啊 沈君是您的丈夫 如果乔婷婷把您的丈夫告上法庭 他一定会输的 那让他们告去吧 沈君没钱 对吧 再说了法律再厉害 也总不能判我给我丈夫的孩子 付医疗费吧 怎么不行啊 您不要忘记 从你们结婚的那天起 你们的婚后财产 就作为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沈君是有权支配的 他一分钱也支配不了 为什么 我这经历几个男人以后啊 我算是明白了 没什么好东西 所以我跟沈君结婚之前 我们签了一份婚前协议 财产都是我的 跟他没关系 江女士 我个人劝您啊 还是出一笔钱 给这个孩子治治病 那三个人 这些钱对于他们来说 比天都大 但是对于您来说 那就是小菜一碟 如果将来真的闹到法庭上去 如果说啊 就算您不输钱 这名誉您也会输掉的 对于您这样的企业家来讲 名誉难道不重要吗 名誉这这 反 反正我一分钱我也不想出 为什么呀 以我对江女士的了解 您不会是这么小气的人啊 这跟小气没有一毛钱关系 我这钱都是我辛辛苦苦挣来的 我何苦要砸在一个病孩子身上呢 再说了 只要这孩子在 沈君的钱就不在我这儿 房租的事我当初真的是跟她聊过了 可是她的情况你也看到了 她也真是一分钱都拿不出来 你真的不能再灌她这个毛病了 从下个月开始让她交房租 还有有些活儿吧 能干的就让她干了 她能干什么呀 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啊 比如说洗个碗啊擦个地啊 收拾一下房间啊 你还能干什么呢 丁丁迟早是要还给她的 她能不能承担起做母亲的责任 就看我们了 首要的是 先让丁丁学会叫她妈妈 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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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化我的冷熬 磨掉我的棱角 你的出现慢慢把我开草 融然我的怀抱 消散我的烦恼 你的到来小太阳般闪耀 我和我的暴躁 出气我的挫躁 你的出现生活变了面貌 感慨我的寂寥 灿烂我的微笑 你的到来 多奇妙的美好 想要给你一个冷暖的家 和你一夜呀呀的对话 想要听你的一声的爸爸 陪你一天天长大 想要给你一个快乐的家 和你嘻嘻哈哈的乱耍 想要为你最甜蜜的牵挖 陪你一天天的长大 障 lanç我的作词 又是他的作曲 如果你傲就会干 meters 要种被捺加 远高的房间 循伴去谈掉八千 DNA 和我畜家一天抵循 那能够出根 tea 想要为你平常应该重弄 想和我的宝藏抒起我的挫藏 你的初心生活变了迷茫 感慌我的天亮灿烂我的微笑 你的到来多奇妙的美好 想要陪你一个暖暖的家 和你一夜哑哑的对话 想要听你的声歌爸爸 陪你一天天长大 想要给你一个快乐的家 和你嘻嘻哈哈的玩耍 想要为你最甜蜜的牵挂 陪你一天天的长大